如何用脚本同步控制多台安卓设备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一期 用Total Control多设备控制软件的 Ace脚本去同步控制 不同分辨率安卓设备的方法 今天再教一下大家如何用录制的 Ace脚本同步控制安卓设备 Ace是Total Control自带的一种脚本语言 主要用于安卓设备的各种自动化控制 在桌面模式下 录制Ace脚本需要在设置中选择Up模式 首先连接一台设备 用来录制脚本 点击开始录制 录制完成后保存 Ace脚本会自动保存为TST文件 然后同时连接三台设备 进入多孔中心 勾选同步鼠标键盘和Fn后 选择要同步的设备 打开三台设备上的Sigma T-Star 打开执行器 选择刚才保存的脚本 点击执行 这里显示有一台设备的执行结果错误 看一下什么原因 这个设备分辨率较小 滚动屏幕才能看到Submit按钮 所以最后一步点击按钮不成功 我们可以来修改一下脚本 在点击Submit按钮前 增加一句Find or Submit Find命令可以在屏幕上滚动插招匹配向 找到Submit按钮后 在执行后面的脚本 最后保存修改后的脚本 在执行命令 执行成功 是不是很简单 你学会了吗 关注我 了解更多智能设备